为何说伊朗购买歼10C只是幌子 理由让人无法辩驳 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 据大西洋理事会网站最新报道称 伊朗真正想采购的战机并非是歼10C 只是幌子 而是性价比更高的骁龙 而且理由让人无法辩驳 文章认为伊朗购买骁龙的主要原因 是该机拥有无与伦比的性价比 该机价格还不到苏30SM的一半 配备有先进的霹雳1-5空空导弹 配套发动机 又与伊朗现有的米格29一样 更方便维护 据悉 骁龙最具有吸引力的是能够发射霹雳1-5导弹 伊朗空军不指望在一场空战中 能赢得与美国或以色列进攻战役 而是希望用空空导弹 保护地面导弹和远程火箭炮发射阵地 甚至指出 正在延迟的骁龙Block-3型战机 配备了有缘相控雷达和霹雳1-5 能够满足伊朗军队对空战的需要 骁龙还拥有强大的多任务能力 可以携带反舰导弹 反辐射导弹和对地攻击导弹 对于需要守护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 也非常有吸引力 彼此认为 真正让伊朗选择骁龙的理由 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而且每一条都让人心服口服 首先 伊朗目前并没有大规模采购四代半战机的经济实力 骁龙战机本身 就是为经济实力有限的中小国家设计的 既然巴基斯坦能购买成百架 说明伊朗也完全可以 由于伊朗空军规模比较大 也只有引进骁龙这样的便宜战机 才有可能实行大批量换装 其次 骁龙布拉克三型 还是当今世界上性价比最高的轻型外贸战斗机 其作战效能已经超过了F-16中级版本 而伊朗空军的定位不是要攻防兼备 而是要以国土防空为主 可以在地面防空雷达和地空导弹的配合下 夺取本国领土的制空权 从而为地面导弹发射阵地提供保护 骁龙在巴基斯坦也部署在前线机场 承担着拦截敌机和执行对面攻击任务的角色 与伊朗的要求完全一样 最后 骁龙战机甚至可以转让生产线 是伊朗发展国防工业的一个契机 骁龙战机是中巴合作项目 巴基斯坦一直负责该外贸销售工作 实际上非常需要有伊朗这样的国家 大批采购获取利润 巴基斯坦在国内就有骁龙战机生产线 伊朗国防工业实力并不比巴基斯坦差 完全有机会引进骁龙生产线 这样伊朗未来换装骁龙的规模才会非常大 还能增加就业机会和带动航空工业的发展 除此之外 无论是引进苏30SM 米格35和歼10C都不可能获得生产线 伊朗发展国防事业非常有特色 能够引进技术是他们最看重的条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